加州最高法院昨天召开听证会讨论是否将纳税人保护法从年底选票上删除 望永泉报道 纳税人保护法 Taxpayer Protection Act 指在州和地方领导人提高税收和费用的过程中赋予选民更多权力 该提案要求选民对加州和地方政府未来征税上拥有最终话语权 并且将取消从2022年开始征收的新税 除非在这些税收生效后一年内获得选民批准 去年州长纽森和民主党主导的立法机构要求法院驳回该提案 担心该提案违宪并可能限制政府提供关键服务的能力 最高法院昨天上午花了一个小时听取双方辩论 代表政府一方的律师表示 自加州成立以来立法机关就拥有最高的税收权力 这项提案将在加州史上首次撤销这一权利 把它交到选民手中 政府必须平衡预算 不知道可以获得哪些收入 也不知道是否需要要求选民批准每一项税收或费用的增加 代表该提案的律师表示 自从加州选民1911年提出倡议和公投以来 税收与其他形式的立法一样一直是在分享的权利 现在他主要由一个拥有太多权力的州来控制 希望法官不要做出政治判断 而是交由选民来判断 首席大法官Patricia Guerrero提出疑问 为什么是法官应该采取罕见的步骤 阻止投票措施 而不是由选民考虑 华裔法官刘霍威则质疑 这项措施没有上线 将影响大到小小的费用 包括图书馆罚款和交通罚单 该提案由多个纳税人群艺组织倡议 去年初提交超过100万个有效签名支持 预备放在今年11月的选票 最高法院可能会在6月27号之前做出裁决 这是加州州务卿认证11月选票的最后期限 而十六台记者万若全报道